著名音樂人黎小田連日黎傳出病危的消息 直至12月1日早上 她的秘書代言證實她於7時55分離世 享年73歲 而根據黎小田本人意願 病情不會向外交代 喪事會再作公佈 連日黎多位親人和圈中人都有來到醫院 曾經與黎小田拍過兩年拖的薛家宴 也有陪她走完最後一程 家宴姐回覆傳媒時說 小田是在家人和一班朋友陪伴下 很安長地離去的 他們整晚一邊唱歌一邊陪著小田 家宴姐唱到深江寶貝時也忍不住哭 因為真是很捨不得這位殿堂級的好拍檔